西元2017年 地球迎來史上最大危機 憂鬱外星人大舉入侵 散播負能量病毒 全球皆籠罩在滿滿的負能量之中 好憂鬱啊 誰來救救我 憂鬱的朋友不要再煩惱了 面對可怕的滿滿的壓力和負能量 不要擔心 今天就讓我 屈城市小動作革命大使 教大家如何用一個簡單的小動作 就能輕鬆擊退 憂鬱病毒 為了擊退憂鬱的外星人 屈城市在網路上發起了小動作革命徵選 許多網友非常的踴躍 提供了很多Gate Active的小動作 我們特別挑了三位粉絲 做我的盟友 一起出任務 打擊憂鬱 第一個盟友是 歡迎裕文 哈囉你好 嗨 我是你的粉絲 謝謝 謝謝 所以呢今天你願意跟我們一起 幫助憂鬱的人嗎 好啊 我們一起去 出任務吧 那現在呢我們要去尋找憂鬱的人 你覺得憂鬱的人有什麼特徵有什麼狀態 他們會看起來很悶 表情上看起來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感覺像在想什麼東西 那個人看起來好像有點悶悶的 我們去看一下吧 哈囉不好意思打擾你一下 我們今天有一個小任務 因為我們剛剛在外面看到你好像一個人在這邊 沉濕 有點心情不好 感覺在煩惱什麼事情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工作上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小任務就是要讓你開心起來 我們一個小秘訣 在短短的一個小動作就可以讓你心情很好 你也想不想試一下 嗯 可 可以啊 這個小動作呢就是拿出一個鏡子 看著鏡子裡面 美麗的自己 大笑三聲 哈哈哈哈 就會很開心 嘗試看看 好笑 有沒有 有沒有感覺有開心 有 有開心一點 很神奇 一個小小的動作就可以讓你原本憂鬱的情緒走開 讓你有心情好起來的一面 嗯 常常練習 好 沒有問題 謝謝 任務達成 一天又平安的過去 感謝虛城市小動作革命大使王子的努力 面對強大的憂鬱外星人 王子還會遇到什麼艱難的挑戰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